美國尋求緩解與北京關係獲得回應 中國駐美國大使館發言人劉鵬宇 5月18日表示 中國商務部長黃文濤下星期會訪問美國 並且與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 以為美國貿易代表戴琪會談 據《路透成》報道說 劉鵬宇在中國大使館網上記者會上作出上述宣布 他還表示不竟對於與美國各領域各層級的交流抱持開放的立場 但必須是在商務尊重的基礎上 中國大使館在一封電郵聲明中表示 雙方仍然是討論會面計劃的細節 一位了解計劃的消息人士說 黃文濤預計下星期在華盛頓先與雷蒙多會談 緊接著就前往底特律出席25日及26日舉行的 亞太經濟合作會議的貿易部長會議 屆時在會議間接與戴琪會談 戴琪和雷蒙多發言人並未有回應路透社的置評請求